当拼搏不只为了赚钱 人生意义跟格局都不同了 继续来看这位也一样 做口罩不以赚钱为目的 而是为了帮人 武汉肺炎一爆发 大家都在抢口罩 宜兰三星乡两万多人 只有一间健保药局 每天也就六七十个人 买得到口罩 这位村长停掉了花布包生产 改做布口罩和口罩套 而且免费送给村里的小孩老人 却意外接到了许多口罩订单 当初这间工厂 是帮一群实业妇女成立的 让她们制作花布包 卖给观光客 现在没了游客 好心制作口罩 倒是带来了一波生机 真是好心友好宝 一二三 这一张也放过来 这一年级的 最高年级的 最老级的 这一年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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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笔法 来 各位小朋友 大家早安 我是村长阿公 下课时分 小朋友齐聚中庭 宜兰三星乡月梅村村长王全龙 带着各式可爱布口罩 要带大家一起防疫 武汉肺炎 传染力很恐怖 所以学校都会要求 大家要戴口罩 我们的医疗口罩 可能就会不够用 因为这样子 所以村长阿北 做了很多的布口罩 好 拿着 多彩多姿的 好 多彩多姿 小巧布口罩 缤纷色彩与多样图案 令人爱不释手 王全龙不忘亲自示范 教小朋友正确使用 放学的时候坐娃娃车 或要去安亲班 它是一个密闭空间 各位小朋友 有没有医疗口罩 加油 布口罩后面有一个开口 铁在上面 把它放进去里面 好 把它用起出来点亮 对 弄平就好了 然后这个铁的部分在上面 然后把它这样放进去 带起来 然后鼻子那边捏一下 放进去 铁在上面 好 学校老师 校长跟他反应 口罩不够 开学了怎么办 然后所以 一元他就买了 跟我订购了 一千两百片的口罩 一般小朋友 你让他太素面的话 他可能觉得说 带这个这么丑丑的 在嘴巴上 他可能不要 所以我们特别选了一些卡通图案的 那这样子小朋友 戴起来 你觉得OK吗 需要改进的地方 我们再去改进 这个这个可以在调整 好 好 这样我知道 回去的时候 这样子用手搓洗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记得把它晾干 如果干了以后 再用吹风机 叫妈妈用吹风机把它吹一吹 这样子就可以消毒 戴着布口罩分送校园 暖举背后 其实来自村里间的小小工作室 新娟 吃饱了没有 吃饱了 要准备先裁大人的口罩跟口罩套 那我跟你讲 各色布料充斥其间 工作室尽其全力赶制口罩 为了戴起来更舒适 才只选择 就得多加比较 我在选布的时候 它的透气度 舒适度 其它的是否稀罕这些 所以我大部分会选择这种 截纱布 透气度好以外 另外它戴起来比较舒适 不会有刺 嘴巴这个脸部会有刺刺的这种感觉 有截纱 有没有 粗细不一样 一般棉纱它很平均 这个叫做丝光棉布 盖在底孔这边 它是完全没办法呼吸 稀罕与否 汗透气程度 没有数据标准 直接覆盖脸部 因为亲身感觉 就是最真实的指标 除了考量舒适 外形亮眼的客家花布 必经浆布过程 多了化学物质的隐忧 也不列入考虑 材质方面 王全龙做好第一道把关 而后的工序就得交给 经验老道的妈妈军团 舒林 来 这黑色的交给你 这个我们是要做大人的 就成人的两用打折 布口罩 两边一定要对称 然后让中间这个地方 不要有高有低的 将会比较不好看 可是这个耳线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到 它的长短要控制好 太紧的话 这个耳朵真的会 很多人反应 如果连续戴七八个小时 耳朵会很痛 会受不了 有的车皱褶 有的专注入耳带 不同于医疗口罩 机械化生产 半手工的机缝布口罩 许多环节都得仰赖人力 耳带我们取固定的长度 二十四公分 那这长度都是我们经过 我们不断的实验 最适合一般人来使用的 那打结的时候 我们先打一个单结 然后去调固定尾巴 固定流一公分 之前就会有这样的情形 它会 奇怪 但好好 怎么最后掉出来 那在车的人 就沿着这个鞋的头 去车住 他就能够把它卡住 边做边改良 累计制作经验 因为工作是过去 其实从没做过的口罩 过去我们是 做花布包 不是在做布口罩 我相信很多人也是一样 它是在不断地在改变 怎么样去最适合 我们来使用 车的过程当中 他们有的时候会跟我们反应 这些东西怎么样会 是不是更好用 它有一个车法 有一个想法 他们都会把他们的想法告诉我 我们再来共同讨论 打的那几个样都车好 就这边 那等一下我再拿下去拍照 从材质到做工逐步调整 可以从做布包改为布口罩 起心动念 其实源自于一份 对村民的体贴 全三星 只有一间健保药局 可是我们的人口数却有两万一千人 老人就大概有六七千人 这六七千的长辈你怎么肯 他几乎都要去看医生要拿药 却只有一百个拿到口罩 对因为香风水无能为力 所以我才想 那干脆我来做布口罩 送给这些长者 让他们村民 让他们来用 把汗一点 把汗都快点 要注意到它的长度 分工合作为耳带绑结 太太林秀琪也是工作室一员 为了提高产能 琐碎的前置加工 变成了茶余饭后的休闲 通常是在回去下班我们两个在家里的时候 看电视 然后边看电视 边边绑 当年王全龙退伍后 随太太搬到老家宜兰三星 林秀琪自己就是首座爱好者 加上村里成衣厂产业外移 促成了工作室的成立 这些社区妈妈的话 过去她本身都是做成衣的 只是在民国大概九十年代的时候 就所有的成衣加工业都已经外移 没有成功成衣加工业 他们本身也都没事情做 年纪第一个都已经四五十岁 不好找工作 然后我们来做这种花布包 然后来带动一个营造一个社区产品 老板有这个稀钱 比较高好人 也被车逼一种 包包比较 工序比较多 口罩就是 就说要怎么打着会比较顺手 公分距离 还有就是说 它的折衡 会怎样才会比较平比较顺 原本多在观光景点寄卖的花布包 疫情来袭销量大减 轮件记仇的布包工作室 一度面临停工 村民需求让车逢击再度启动 年假期间发现各个景点几乎销售状况都不好 游客量大降 那销售不好的状况下他们也没有捕获 没有捕获变成我这边的话就没有办法去做 那我才想说用多余的人力 我们来做口罩来送给村民 打折后的半成品经过熨烫 才能对折成型 而完成的口罩 藉由蒸汽更能消毒杀菌 这是经验 因为当初我们在烫的时候 发现这个打折的部分 不会平行 烫起来就是会歪 那要调不好调调不动 利用蒸汽 高温蒸汽把它做消毒的工作 车好的时候是反面 我们把它翻成正面以后 它一定是这样翘翘砰砰的 然后我们再把它经过熨斗 整趟 起先完成一千片布口罩 免费发送月眉村村民 王全龙更鼓励大家自己动手 符合自胜需求 各位阿姨以前 这次我们都有做布口罩 也有在送布口罩 有够用吗 来阿姨 这你自己做的对吗 自己听的 我发给他们的 不见得完全密合 因为脸型大小的关系 所以我就叫他们做 所以像这打折的布口罩 都是他们自己缝的 所以你仔细看 他的线 有没有发现比较粗 都是他们自己缝的 哎呦 你刮不对了啦 电头过来 随着布口罩在村内普及 原本因在地长者居多 更担心流感的王全龙 因为大家能顾好健康 更持续防疫 这段时间大家都有戴口罩 不管是医疗口罩或布口罩 像我们这边都没有任何人 有得到流感的这种奇心 其实也是一项 另外一项收获 从工作室成立 到布口罩的善举 王全龙对村里的暖心 引起关注 意外在布包生意低迷之际 带来新的商机 小五的话 大概是要用大人的还是 小五会建议说用口罩套 医疗口罩不管买多大 不管买多大 他刚好口罩套都可以放进去 根本没有想过商机两个字 就很简单的一个 做给村民 做给老人家来使用 让他解决问题而已 结果这个一千片做好了以后 没想到外面的需求 一直来向我询问 想要采购 所以就一直做到现在 然后这个是口罩 建议一下 放的时候你看 不是 我放 我们现在放会不好放 如今更不乏客制滑订单 而易如其先的出发点 以平时价格 希望共度难关 他希望我们帮他代工 做他们专有的形式 大小适不适合 我们也提供我们在车 跟使用的意见 售价只要比成本高就可以了 所以基本上是不会亏钱 只是利润很薄弱 那这个时间点不是在算利润的时间 而是在算怎么去帮大家解决问题 成立九年的花布包工作室 因为村长的善念 意外解了燃眉之急 未来也将维持创立的初衷 很多企业 他现在在放无心价 因为没有事情的话 怎么没有办法叫他们继续生产 那我们的也会产生这种现象 还好这段时间有布口罩来填补这个空心 还是会回归到我原本的本业做布包包 我不是要做布包来赚钱 而是要做布包让他们去有工作做 小巧一片布口罩 有着对社区的用心 更蕴藏着对长者的关爱 不仅在防疫期间 缓解供应不足的窘境 也温暖了更多人的心 团结力量大 保持信心才能战胜困局 稍后继续来看吃到饱餐厅 面对这次疫情又是如何阴影 这道料理是鲜肉鱼 鲜肉鱼是宜兰的古早味的菜 很骄傲的是我们的麻辣这一锅麻辣汤 最重要的还是要一些大陆的药材 它的最主要的灵魂 还是它的脾线的豆瓣酱 因为我在最苦的时候 就是我灵魂 可以说破产 比如说有带两个孩子 那是最难熬的地方 想实在的你还是要运程 就像我就是把他冲这个而已 我这种想法就是最后的机会